大家好 今天这盘棋是1932年 由日本独卖新闻举办的本社特选对局当中一盘棋 对对的双方是吴清源和穆武士 这盘棋也是两位大师处在巅峰时期的对局 吓得非常的激烈 也非常的精彩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吴清源直黑先行 白棋穆武士 穆武士的第一招棋直接挂脚 这是一种积极求战的态度 咄咄逼人 黑棋墨外 白棋大飞 普通黑棋可以通过这种靠压来出土 也可以通过这个小尖来获取实地 那么实战黑棋拖了一个 那么对待黑棋这个拖 白棋也可以搬 黑棋一虎 白棋打吃 黑棋站安住 白棋倒虎 黑棋从这里飞出去 然后白棋散了一旁 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定型方式 实际上 木古时退了回去 加强自己的外势 白棋再长 黑棋跳 那么下一步白棋挂脚 黑棋飞压白棋 那么这种白棋 一手 白棋 白棋 那么下一招棋 武清源从这个地方往下一回 这招棋 稍微有点问题 这种黑棋 黑棋 黑棋 白棋往上一长 有一定的好处 有一定的好处 实际上白棋 白棋挡住 黑棋再一点 上方的白棋还不活 这个地方有一个阴路斑 实际上 黑棋并住以后 白棋补脚 然后黑棋压住白棋 白棋 中央一跳 那么黑棋呢 在这一带 对两个白棋展开了反击 白棋往上跳了一块 威胁上方的黑棋 黑棋挡住 那么下招棋 木古师 直接二路顶 这是要命的下法 要破坏黑棋的眼位 如果黑棋普通 做眼的话 那么白棋 从这里压住黑棋 这一招棋是先手 这一带的白棋迅速变后 那么对待白棋这个二路顶 吴清源走出一部妙述 挖了一个 有的这一招袜 也缓解了上方黑棋的危机 如果白棋从上面打吃 黑棋断 白棋粘住的时候 黑棋往外一掌 黑棋可以吃住四个白棋 如果白棋从下方打吃 那么黑棋一退 这个地方有断 这个地方有冲 上方的黑棋非常安全 那么实际上对待黑棋这个袜 白棋贴出来 黑棋退 然后白棋往外搬 黑棋一拐 白棋一拐 黑棋从这个地方往外冲 双方在这一带 必须都互相出头 白棋一拐 下周期 黑棋从这团来 威胁要断掉白棋 但是呢 这个团 给白棋 产生了一个领先的机会 但是白棋没有抓住 实际上白棋选择了斩炸 这个时候黑棋团的时候 AI认为白棋应该脱鲜 搬住这个黑棋 如果黑棋吃住两个白棋的话 白棋站住 那么全局白棋的时空非常不错 那么这一带的黑棋 感觉棋形有点重复 那么下一步 因为在这一带 有白棋打吃 黑棋尝出去 白棋拐 黑棋先搬 白棋搬住这个黑棋 然后呢 黑棋滚出去 白棋往下搬 这都是一本刀的变化 黑棋往下立 白棋挡住 那么至此 双方在上方的战斗高一段落 基本上双方都出土 下一步 黑棋在这个战斗当中破线 抢占一个空脚 白棋逼住 黑棋小飞 白棋抢占三三 下一步 黑棋打吃 白棋 站住 黑棋在一场 那么黑棋 把这个头尝出来以后 第一要威胁中央的白棋 第二 还要瞄着左边啊 白棋空里面这些味道 将来 黑棋有点的下方 这个地方有加的下方 那么实际上 木骨石先处理中央的白棋 那么处理的方式是贴了一个 那么这只白棋似乎非一个更清零 或者是直接小肩 通过进攻上方的黑棋 把中央的白棋来走后更加积极 实际上白棋从这一贴 也是借近来整形 黑棋虎 白棋搬 黑棋反搬 白棋先打吃 黑棋站住 白棋退 黑棋倒 白棋搬 黑棋反搬的时候 白棋站住 那么中央的白棋得到加厚 黑棋又虎 那么这一代的黑棋 也迅速变厚 那么这一代的黑棋变厚以后 下一步 黑棋在大陆的话 就比较严厉 白棋在左边需要补棋 普通补棋的方式可以小心 但是木骨石 为了追求更高的效率 二路拖 也是希望黑棋从里面搬住白棋 但是白棋这个二路拖 遭到了吴清源严厉的反击 黑棋一顶 白棋挡住 然后呢黑棋从这个地方 夹住白棋 白棋这有搬 黑棋一打吃 白棋站住 黑棋再打吃 白棋另一个 黑棋再打吃 那么黑棋在这一代连续的打吃 下一步让白棋非常为难 如果白棋站住的话 那么黑棋一打 这一代黑棋啊 时空非常大 所以说 在这个地方的战斗 白棋 顾不上 站住这个子 从这个地方 打吃黑棋 黑棋 提掉白棋 我们下周期 白棋也只有先把这个子尝出去 继续威胁中央的黑棋 黑棋往外贴 这个地方白棋不敢吃 那么黑棋一双 吃住了两个白棋 白棋先小心了 下部要扑吃中央两个黑棋 那么黑棋也没有沾 从这个地方封锁了白棋 那么白棋干脆一扑 把中央的白棋先走后 下部黑棋要进攻 这一代的白棋 倒下去了 开始碰眼 白棋先踢 那么黑棋一路搬 通过这个一路搬 来寻找劫财 白棋也只有搬住 黑棋单张 下周期 白棋连接 黑棋踢劫 下面轮到白棋找劫财 白棋从这小尖了一个 下周要连回这个子 整体对上方的黑棋 展开强攻 但是呢白棋这个劫财 找的不对 降低了胜利 这是白棋应是端在这 黑棋踢劫的话 白棋站住 先吃住上方的黑棋 慢慢在进攻啊 这一代的黑棋 先保证自己有收获 这是白棋还不错的下法 甚至白棋 小尖来寻找劫财 黑棋干脆消极了 那么走到这里以后 黑棋在左边就形成了大量的失控 这要把白棋必须要强杀上方的黑棋 才能够保证失控的平衡 白棋先站住 那么下朝起的黑棋 站住这个断裂 白棋小尖 压缩黑棋的眼力 黑棋先贴了一个 如果白棋虎的话 毕竟这一代的白棋还有断裂 黑棋一般 下一个在这一代白棋不太好下 那么白棋也是要依靠这一代的后世 先把这个断裂先补上 黑棋靠 那么下一步 白棋为了进攻上方的黑棋 在这一代先做准备 但是当前的局面下 这种准备并不充分 正如白棋还是应该在这一代 破坏黑棋的眼力 强攻上方的黑棋 那么黑棋的做活需要飞一番周折 实际上白棋先冲 黑棋挡住 白棋 压住黑棋的时候 黑棋在这一代拖先 先搬 时机非常好 白棋站住 然后黑棋再一飞 那么黑棋就是要在这一代建立眼力 如果白棋在这一代限制黑棋建立眼力 那么黑棋就贴 这个地方白棋需要长出去 然后黑棋往下冲 白棋护住的时候 黑棋这个地方可以几次白棋 所以说当黑棋飞到这 白棋无条件的要挡住 黑棋再长 下边这个地方还是有冲断 白棋站住 紧接着黑棋一跳 这个地方建立了眼尾 上方的黑棋安全的存活 那么上方的黑棋活起以后 白棋面临着时空的不足 下招棋白棋从这个地方打射黑棋 那么下周期吴清源 对待白棋这个打射继续置之不理 从这个地方 尖冲白棋 限制白棋这一代的发展 毕竟这一代的白棋也非常的厚 那么这束黑棋也可以考虑二路一跳 鲜活脚 实战黑棋尖冲 白棋三路爬 黑棋一跳 普通白棋拐或者飞 那目前白棋形势不力 白棋要对这一代的黑棋强攻 白棋夹了一个 黑棋一虎 白棋打射 黑棋反打 白棋踢掉 黑棋一虎 那么黑棋现在慢慢往自己的后的方向来发展 只要黑棋限制住了白棋这一代的成空 那么黑棋的失控啊并不错 那么作为白棋来讲 必须要对这一代的黑棋展开强攻 白棋一刺了 黑棋站住 白棋再刺了 这束黑棋并没有马上站 而是从这虎来一走 先做活 右上角 但是呢 这个虎还是一部分技术 这束黑棋还是应该这个二入跳 活得更干净 目数也比较大 实战 黑棋一虎 白棋踢掉 那么黑棋再站住 下部呢白棋小剑 还是要继续进攻这一代的黑棋 那么黑箱如一飞 一是要威胁白棋这个角 二是要在这一代就地作活 那么这是AI的建议 黑棋飞在这 那么这个方向可以进攻这个白棋 那么这个方向可以进攻这两个白棋 把棋走到上面去 实际上黑脚如飞 白棋小剑 破坏黑棋这一代的眼位 黑棋挡住 然后呢白棋一虎 加强 白棋右下角 黑棋虎 白棋虎住 黑棋打赤 那么下一步 白棋这个瞻是本手 那么当前局面下 白棋这个瞻也是正常 但是实战 木骨石是粘在这上面 之所以 木骨石没有粘下面 是担心黑棋这个打赤 但是呢 对待黑棋这个打赤 白棋可以反打 黑棋往上长的时候 白棋挡住 在这个地方 白棋形成失控 那么这一代的黑棋暂时 还没有完全的安定 还有受到牵制 那么形成现在这个局面 虽然还是黑棋好 但是呢 离胜负还是非常遥远 实际上白棋站在上面 黑棋踢掉 白棋打赤 那么在这个地方 白棋就是要揪住 对于在黑棋 不让黑棋轻易的过去 黑棋先打赤 如果白棋马上踢截的话 木古时担心黑棋一路打赤 然后呢黑棋从这个地方爬回去 那么实际上白棋没有马上踢截了 先牵断了黑棋 那么白棋在这一带就是要强杀下放的黑棋 那么局部的黑棋还没有眼位 实际上黑棋先搬了一个 白棋先断了上去 黑棋让他爬 白棋倒住 然后呢黑棋一长 下一步要夹住两个白棋 那么下一步看上去黑棋最积极的下法 打赤白棋 要在这一带和白棋展开打截 但是考虑到白棋可以通过进攻上方的黑棋 产生很多的截裁 孙说实战 吴清源冷静的战录 白棋打赤 黑棋反挡 白棋站住 黑棋一虎 要虚加这三个白棋 白棋往外冲 黑棋挡住 白棋踢掉 黑棋从这个地方往外抄 黑棋就是要通过这一带白棋弃紧的问题 慢慢的和左边取得联络 白棋往外滚 黑棋护住 这个地方白棋不敢搬 白棋病了一个 然后呢黑棋联络去 那么至此 黑棋基本上也和左边取得了联络 那么在这个地方 黑棋出头以后 下方的白棋还是有一定的危险 将来黑棋有一个二楼大飞 下方的白棋眼位还不全 于是呢白棋先跳了一个 一是要做活下方的白棋 将来呢还是要在这一带隐隐约约的封锁下方的黑棋 白棋跳出以后 黑棋先打吃 白棋站安住 黑棋往脚上爬 白棋倒住 那么在这个地方 黑棋交换了两招棋 也为将来在这一带活棋先做准备 下招棋黑棋里 威胁白棋这个脚 如果白棋这个时候挡下去 可以活脚 但是呢被黑棋抢的一个仙手 二楼一跳 黑棋右上角活棋 那么活棋以后白棋的时空并不够 在这个地方 白棋拖先 先打吃 黑棋站安住 白棋飞到脚上去 黑棋一路往脚上爬 那么下招棋 白棋从这个地方搬住了黑棋 那么白棋这个搬 可以算作是本局 木古时的败招 因为白棋搬了以后 黑棋有一个断 白棋只能依靠脚上这个大尖来活棋 那么黑棋可以通过 这种二楼小飞 活棋的方式来寻找剪裁 黑棋的剪裁比较多 那么白棋在脚上最好的下方 是要从这里退一个 黑棋继续往里面爬来破眼 白棋就立了 那么黑棋破掉白棋这边眼 那么白棋可以从这个地方靠上去 和黑棋展开杀气 黑棋往外拐 白棋贴住 黑棋打吃 白棋粘住 黑棋往外拐 白棋往外一跳 那么黑棋在这一带宽不出气 那么黑棋相二五搬 白棋搬住 黑棋如果粘 白棋有一点 那么黑棋这个地方是要粘在这儿 白棋继续点进去 然后黑棋收器 白棋收器 黑棋搬住 白棋收器 黑棋继续收器 下部白棋一断 黑棋提掉 双方在这一带形成一个打击 那么这就是白棋完全可以依托进攻上方的黑棋 产生了很多的劫财来打赢这个劫 只要白棋打赢了这个劫 右边的黑棋活不了 这是白棋最后的机会 那么实战白棋 搬了下去 黑棋一断 白棋打赤 黑棋先踢劫 然后白棋一点 寻找劫财 黑棋先打赤 白棋踢劫 黑棋一飞 那么黑棋就是要通过活棋的方式来寻找劫财 劫财比较多 那么白棋先站住 黑棋封锁这个白棋 白棋把右下角做活 然后黑棋写起来 那么双方在这一带和平解决 但是呢 右边的黑棋一单活棋 那么全盘黑棋继续占据着时空的领先 下到去白棋冲了一个 先在上方进行 黑棋打赤 白棋站住 黑棋吃住 上方的白棋 白棋一立 吃住脚上的黑棋 黑棋一飞 继续加强这一带黑棋的棋型 瞄着这个段 白棋补了一手 黑棋一跳 那么黑棋跳到这儿 将来这个地方还有冲断 白棋一拐 黑棋拐住 然后呢白棋一飞 这也是全盘最大一个关子 黑棋压住 白棋二路爬 黑棋搬住 白棋一顶 然后呢黑棋跳过去 所有的黑棋全部都连在一起 非常安全 那么黑棋左边这一带的时空非常大 那么白棋的时空仅仅局限在右上角 所以说这盘棋白棋也失去了最后的真正的希望 最终这盘棋吴清源中盘战胜了慕不实 CLA CLA